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本赛季NBA东西部决赛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热火和勇士也分别在各自的主场 拿到了系列赛的开门后 然而这一切都和胡人没有什么关系了 他们早早就已经被淘汰出局 对于这个结局 胡人老板珍妮巴斯也是十分气愤 这个是可以被理解的 按照勇士常规赛平均410美元的票价 继后赛首轮平均900以上美元的票价来计算 胡人如果能进入季后赛 一场主场比赛 可以给他们带去千万美元的回报 按18500个座位计算 多达几场整个球队的工资就都回来了 胡人的失败造成了老板的巨大损失 说句难听的 胡人如果能进入季后赛 即便是首轮一场不胜 被对手横扫出局 两场主场比赛都可以给他们带来几千万美元的收入 这可是白白损失掉的 他们的糟糕表现 常规赛战绩联盟倒数第八 也给提胡带来了首轮8号签的回报 胡人确实有点预顾无类的感觉 他们的失败是众多方面的 但在我看来 胡人能从一支争贯球队 门落到如今甚至连西部前十都挤不进 问题起源在得到威少的这个决定上 去年你可以把锅甩给伤病 确实他们在严重伤病的情况下 最终也稳住了西部利器的位置 且健康的时候一直排在西部前色 而在早些时候 根据欧文的专访和一些NBA记者的透露 胡人老早就已经开始计划着三巨头的组合了 为少并不是首选 甚至去年休赛期 他们A计划中的 比尔和利拉德都不是首选 除了当时的伦纳德之外 欧文是另一名胡人希望牵下的球员 同时詹姆斯也亲自招募了欧文 希望可以和他重新合作 根据跟随报道了詹姆斯8年的NBA知名记者 温德霍斯特的透露 在19年欧文进入自由球员市场之后 詹姆斯率先招募了他 詹姆斯联系了欧文 试图修复双方之间的关系 并且希望能够和欧文重新在胡人合作 但是这个招募只持绝了很短的时间 欧文并没有选择胡人 他拒绝了詹姆斯 之后双方的关系再度消失了 对于詹姆斯招募欧文的事情 原本我还是半信半疑的状态 随着欧文参加一档播客节目自我表态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詹姆斯 当时真的希望和欧文再度联手 在参加卧室运动员的节目时 欧文被问到如果一直和詹姆斯合作 那他现在会拿到多少个冠军这样的话题 欧文的部分原话是这么说的 那我现在就是在洛杉矶打球了 我会背着包和他一起走 他是一名伟大的领袖 想来也是 在我看来 除了绝对攻防统治力 伦娜的排在第一之外 詹姆斯招募欧文也没什么问题 首先这也可以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 其次他们之间的组合早已证明过自己 两人连续三年带领骑士杀进总决赛 场上两人的打法是完全兼容 同时性格也是互补的 就这么想吧 把骑士继后赛总决赛经常因为防守问题 被安在板凳西上的乐福直接换成戴维斯 这样的骑士多少也有实力和巅峰用 是硬碰硬了吧 可惜的是 当时仍年少轻狂的欧文选择了杜兰特 他们二人如同找到了知己一般 不过胡人还是在19到20赛季完成了独冠 说句难听的 那年最后停赛然后复赛在迪士尼远区 欧文是坚决抵制复赛的球员 即便他当时接受詹姆斯的招募来到胡人 胡人打到季后赛也不会有欧文的身影 同时队内的其他球员也会被搞心态 因为这个事情布拉德利就被胡人交易了 即使可能詹姆斯也会很难办 这么来看 欧文没有选择加盟胡人也不算是胡人的损失 不过 不管欧文如今的态度是怎样的 个人认为他比威少更要适合如今的胡人 最起码欧文不会改变胡人的阵型 不会说让詹姆斯站到5号位上 摆出防守端自杀是无小这样的阵容 从这一点上 威少就很难做到 同时如今胡人想要处理掉威少的合同也非常棘手 根据此前报道 胡人已经在新帅面试过程中 询问面试者该如何使用威少 威少的合同真的太大了 而且这赛季的表现也确实匹配补上他的合同 这赛季 威少场均18.5分 7.4分 7.1中 虽然还是个准三双的数据 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胡人这赛季没能进入季后赛 原因全在威少 或者说在沃格尔没能更好使用威少 这几年一年换一身球衣 越换价值越低 但是威少也不是没用亮点的 威少的合同只剩最有一年了 到期的大合同在交易中还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特别是那些重建球队 所以胡人需要等 等中期交易 休赛季基本大家都还会努力努力 基本不会吸收垃圾合同 但赛季过半那些该摆烂的球队基本也就浮出水面了 那么威少的到期合同就变得非常有吸引力了 到时候又威少再加选秀权 可能能在摆烂球队里换一些还有几年合同的球员 但首先必须是胡人能坚持到中期交易 坚持到那会还没有失去季后赛希望 不然交易也就没意义了 还不如熬完这一年 还能清理出不小的心筋空间 以图未来 所以我严重怀疑胡人管理层也是这个想法 所以才会在朱山面试的时候问怎么使用威少的问题 不过虽然威少交易不了 但是胡人现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补乡 据悉魔术管理层已经计划送走小魔兽班吧 用状元签经营的状元大人们霍姆格伦 这位身高2米16的中锋多才多艺 攻防两端都有很高的上限 这样一来 胡人就有了机会得到小魔兽班吧 辅佐詹梅冲击总冠军 据美美娜娜娜萨斯透露 胡人 魔术两支球队的高层 正在商讨1.2换1的交易报价 如果谈判近代顺利 这笔交易有望在休赛期达成 具体的交易方案为 胡人送出货盾 塔克加以各自轮迁 得到魔术队的穆罕默德 班吧 显然这笔交易对于胡人而言是极为不错的 魔术队计划用撞眼前摆下霍姆格伦 那么送走班吧是实在必行的 胡人可以趁机得到这位年轻出色的内线新星 他将会与戴维斯组成内线双塔 助力胡人冲冠 班吧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 因此年轻的他也被称作小魔兽 本赛季班吧场军 10.6分8点1篮板1.2助攻1.7盖毛 投篮命中率48% 三分命中率38.1% 但是他赛季出场时间只有25.7分钟 场军投篮只有8.7次 能够有如此不错的数据 可谓是非常不错的 班吧一旦加谋胡人 可以对胡人的内线攻防两端带来很大的帮助 进攻端 班吧有着非常出色的篮下终结能力 以及三分投射 可以拉开胡人的进攻空间 另外他与詹姆斯的空接配合 也会成为胡人内线进攻端的力气 得益于出色的身高与运动能力 班吧的挡拆掩护质量非常高 他与詹姆斯的挡拆掩护可以成为胡人的大杀技之一 防守端 得益于NBA历史级别的臂战 班吧有着极为不错的护矿能力与强板能力 他可以极大的提升胡人的内线护矿 减轻浓眉的防守压力 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进攻当中去 同时也可以降低浓眉受伤的概率 一旦班吧加谋胡人 他可以赛胡人获得更多的战术地位与出手机会 个人数据会迎来暴涨 他在胡人可以重获新生 有可能成长为联盟的一线中风 毕竟班吧的身体天赋非常不错 对于魔术而言 球队会在选秀大会摘下天赋更好的霍姆格伦 那么送走班吧并不奇怪 毕竟他们要全力培养状元秀 那么班吧自然不在球队的未来计划当中 与胡人的交易中 魔术可以获得塔克这位潜力不错的新星 可以提升球队的后卫显深度 另外小塔克还有不错的天赋 经过不断的培养 他可以成为这支年轻的魔术队的首发后卫 辅佐霍姆格伦带领魔术队重返季后赛行力 另外魔术还获得一枚次轮迁 这同样可以提升球队的重建速度 那么这比二换一的交易 究竟能否在今下修赛期如愿成行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